有一间我们只要移进去 就会疯掉的咖啡厅 因为有超多可爱的猫 真的耶 爱猫的人一定会很喜欢这里 这里的慢步调会让人觉得很放松 而且美食更是超好吃的哦 其实一进来这间店 就会觉得整个氛围非常的温馨 然后呢 其实商品都跟猫咪脱离不了关系 像是抱枕啊 还有旁边的这个猫跳台 就可以证明这边是真的有猫咪的 真的闻清又温暖耶 对 那老板呢你知道他很有才哦 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位设计师 然后他连食物都帮我们设计好了 你看他连摆盘都非常的讲究 你要先吃你的吗 好啊 我这个是爱丁堡开放式鮪鱼三明治 好香哦 有满满的起司 没错 我的天啊 他除了起司很浓厚之外呢 您看这一层 它的鮪鱼酱 很厚 好厚实耶 它鮪鱼酱也是店家自己做的哦 它是cream cheese啊 然后洋葱啊 鮪鱼啊 下去一起煮成的 它的盘内里面 还有很多的沙拉跟水果 因为鮪鱼本身味道啊 就是比较重 我们可以吃一些健康到营养的水果 或沙拉来中和一下 那我的呢 是辣味辣肠起司宝 我跟你非常不一样 我是用这种长棍面包 真的好特别哦 你看上面也是满满的 Modella cheese 其实它面包呢 跟起司宝烤的 有点焦焦的感觉 是 哇 你的好酥脆哦 那个声音真的是环绕音响 我必须说呢 如果你是喜欢吃有带辣的人 就是会喜欢这个 它的辣肠厚劲可以保持很久 就包括其实我现在讲话的时候 它还是有那个微辣的感觉 但它的辣不会让你整个觉得 口腔都很不舒服 它的辣是很香的 那它的那个起司其实铺得很厚一层 然后烤得也焦焦的嘛 辣肠跟起司你知道它整个就是焦香味 融在一起很好吃 完美最棒的搭档 口感好香气也好 它的沙拉其实我觉得很棒 它是附上优格酱 接下来就是我们女孩子都最喜欢的 甜点时间 甜点时间 那我点的是他们家的招牌提拉米苏 好软哦 感觉很滑顺耶 而且你知道它里面都一个很特别的味道 一般提拉米苏里面比较会少这个味道 它里面加了咖啡酒 所以它多了一个咖啡的香气在里面 哇 那很香耶 咖啡酒 对哦 然后你知道它上面其实就有点像冰淇淋那种很滑顺的口感 下面配上它很酥脆的饼干 口感真的很棒 那我点的呢 完全是跟你的截然不同 我这一个呢 是蓝莓生巧克力派 看它的那个切剖面啊 真的都是很真真实实的蓝莓 好香哦 超香 真的很香耶 而且它巧克力味道很浓 刚闻到味道我就觉得我已经醉了 这个巧克力派真的很厉害 它就是焦香酥脆跟入口即化同时拥有 那它的生巧克力啊 本身是苦甜的 一进到你嘴巴就嗯 就散开了 有很多口感 有苦 有酸 有甜 然后还有酥脆 而且它的那个蓝莓啊 是真的新鲜蓝莓耶 没错 它不是说什么淋上蓝莓酱而已 最重要的是它们蛋糕这个都是自己设计的哦 嗯 其实啊这家店啊 非常的有爱心 我们在这边啊 除了有好吃的美食可以吃之外啊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走进来的时候 就有很多它的那个商品是有人寄卖的啊 或者是店家自己手工设计的 那这家自己设计的商品啊 有在贩售 那它贩售的所得呢 都非常的公益 会捐给流浪动物几家 老板也是非常非常爱猫咪的 然后这间店其实在网络上名气也是非常高 所以呢 它们不时都会更新一些 比如说它们有一些流浪猫的资讯 你们如果想要领养猫咪的话 可以到它们的网站上面去看一下 然后也可以直接到店里来询问 没错 领养带去购买哦